那個題目有加瘋麥人會比較多啦 不過我是沒有這樣做 好 對不對 今天這一間好像都是沉重的中文議題 不過中文我們自己如果不做就沒有人做了 所以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在談這個中文相關議題 其實今年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啦 就是西元2015年發生很多很重要的事 有那個 新視野發現 就是現在有傳回很多冥王星的資料嘛 那太空望遠鏡也發現一個地球2.0 是吧 就是 這是在人類史上特別的一年 那COSTCAP也10歲了 所以 今年真的很特別啦 不過 我們還是在做中文書吧 對 就每年都有這一句 好 那 其實今年我本來還想要再挑戰就是 連續8年用同一台筆電參加COSTCAP 不過它6月的時候燒掉了 所以這還是新的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COSTCAP的講 用Windows的題目 之前都認識 這也是第一次講用Python的題目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冠C嘛 都是講C跟C++ 不過這次一定要講Python 為什麼要講Python呢 就是 因為這個是 史上第一次可以用Python開發Windows的 輸入法 應該說這樣做的人我不是第一個 之前有人做過 但是它是舊的IM32的架構 那 新的 新的Windows要求你要用TSF 那用Python來開發TSF的輸入法 這件事情應該是世界第一個 對 所以 我其實本來訂題目的時候沒有寫Python 因為我怕做不出來 不過後來做出來 所以我就會請大會幫我改的題目這樣 好 那 那做這東西的好處 為什麼要用Python呢 就是你不用了解Windows的底層 那你也不需要會寫C++ 因為本來的輸入法開發 如果你要做在Windows上的話 其實你是需要會C++ 而且還要用Cup嘛 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那實際上在國內在做中文相關研究人並不少 而且很多是有一些是自然語言處理啊 事實上 學術上也都做了很多 可是這些東西最後都沒有辦法就是 到我們真正手上在使用的系統 那雖然說現在越來越多人在使用手機 可是其實Windows還是有很多人在用嘛 而且現在 Windows 10已經開始免費了 所以 應該很多人會 還是會有很多桌面的需求 那Windows還是相對使用者最多的 那我們之前很多好的輸入法 事實上就是說做在Linux上面 那個相對小眾 那有很多 技術上的突破其實沒有辦法 被 被廣大的Windows使用者用到 所以我就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啊 好 那 再也就是說 這次提出的這個新的架構叫PIME 為什麼叫PIME P當然是代表Python嘛 那之後如果改用其他語言 那我就說P是代表P是裡面就可以了 對 那 那 那那個 那以前的話 因為這個輸入法 它在Windows上的運作的話 它其實是以一個DLO的形式 就是一個動態載入Library 然後掛在你的App的Process裡面 RUN 所以它跟App跟RUN在同一個Process 那我把那個 輸入法Engine的部分拉出來成Server 做成ServerClient的架構 所以你只要在Server端寫就可以了 那另外這是 這應該也是就是 少數宣稱可以支援Windows 10的自由軟體中文輸入法 那我為了這個特地升級 然後確認它是可以動的 3264bit都可以 所以 所以我們很先進喔 從Vista到Windows 10都可以 對 好 為什麼要使用Python呢 當然就是 你知道 中文的議題就比較悲情嘛 我就很怕這場會沒有人 然後我看到Muski每次都惹很多啊 那我想說 欸不知道大家是喜歡Python 還是喜歡Muski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很 它的常人都很多嘛 我就想說 那我也來用Python啊 我也是會寫啊 對 那 而且寫起來很快啊 那 而且以前大家都會說 欸我不會C++啊 所以就發一堆BugReport叫我修 可是我又沒有空 那我現在用Python嘛 Python你怎麼會吧 對 那你就自己修啊 好 那使用者眾多 那開發又簡單快速 而且其實主要問題就是 其實我本來想用Node.js 然後就可以說網頁設計師也會寫輸入法 可是 Node.js 因為我底下用到很多Windows API 那用Node相對不是很方便 而且我不會寫 對 所以這個 所以後來我就改用Python這樣 然後也是之前有去參加那個Python社群的活動 然後有獲得他們一些幫忙 他們有送Patch給我 所以 也是謝謝他們 不然今天的題目就是C++ 好 那 為什麼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從Windows到 從SP開始他們提出一個新的架構 叫TSF 就是Tax Service Framework 那這是一個新的輸入法架構 因為以往呢 IOM32架構的時候 文管是把輸入法 界定在 鍵盤驅動程式裡面 所以你要找文件還是找不到 你要找驅動程式開發的手冊才會有 那那個東西文件其實很少 而且很難寫 你常常要自己算一些記憶體的Offset 填那個Data Structure 其實那非常難寫 那 現在新的TSF架構之後也沒有好到哪去 因為他現在改用CM 全部要寫C++ 而且除了C++之外你要寫CM 那CM的東西就是有大量的Multiple Inheritance 什麼Virtual Function 然後什麼Query Interface 然後設定系統登錄 那有的沒的 反正很煩啊 那學 你好不容易把它學會之後 也只有Windows可以用 所以其實做的人很少 那也就面臨了找不到開發者的問題 不過還是一樣 那Python大家都會嘛 對 所以 所以這樣子我們可以預期就是 未來開發者應該 可以解決開發者不足的問題這樣 那再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微軟這個架構它 它其實是以DLL的形式 掛在App的Process裡面run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App是32位元 你就要給它32位元的code 它是64位元 你就要給它64位元的code 那 所以你要同時維護 兩個不同的版本的DLL 那再加上 如果你還要支援傳統IM32 那你就要維護四個版本 那真的沒有人可以做這件事 那 基本上 那你說那這麼複雜 為什麼 維緩的新注意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 它就是提供了四個不同的DLL 兩個是IM32 兩個是TSF 那只有他們家 有人可以做這種事 那 那我是只想支援TSF 因為這個 傳統IM32 其實已經被我軟丟掉了 那 最主要問題不是這個 最主要問題是 在Windows 8之後 在它的那個Metro Mode 裡面 就是App Container裡面 IM32的輸入法 是全部被 禁用 所以你又看到一些 為什麼大義輸入法 一些傳統的輸入法 到了你的App裡面 就 不能開 因為那些都是會被停用 那 所以 它就強制你一定要改成TSF架構 所以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那 可是問題就是 改成TSF 所以我本來覺得一切都很好 因為微軟宣稱 它底下有 compatibility layer 但是其實 Windows 8P 只有部分支援 那再來就是說 一些遊戲 它只支援IM32 所以 你做舊架構 就是遊戲可以用 新的程式不能用 你做新的架構 就是遊戲不能用 所以 那沒辦法 但是 TSF是未來的架構 所以我們還是 必須要轉移過去這樣 那 除了這個之後 它把一些部分的操作 改成非同步的 的 事件處理 所以整個 整個那個 那個 程式的Flow 也跟越南的差很多 所以就變得很 很難寫 那我們是希望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 這就是剛剛提到的問題 在 在Windows 8 Metro Mode的那些App 基本上裡面都是 不能用 傳統的 的 IM32的輸入法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它是 在App的Process裡面 那 因為它是Container的概念 所以它都會有一些 權限的限制 那 你的輸入法也會從 同樣的受到這些限制 所以它裡面預設 是不給你IPC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Server開案架構 你從 那裡面流不出來 那 但是它的官方文件 要跟你說 如果你需要Share Data 那你應該用Web Service 那 可是你的App 如果沒有網路權限 你連不到 所以 就是一個 就是 我不知道這要怎麼解決 那 其實文件上也沒有寫 我後來還去 就是E-mail去問那個 微軟那個 TSF Team的Member這樣 那 他有跟我說 就是其實 IPC可以開 但是你有一些 系統的Security Attribute 你要把它設對 但那個東西的文件又很少 那 其實我大部分時間 就花在解決這個 然後才把那個IPC 把它接通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門檻的 那我們把它做好一次之後 大家就可以重複用 再來就是說 你的 進到App Process裡面之後 你的 你的輸入法 你的字典檔 你的設定檔 其實你都只能讀 自己App的目錄 或是只有 Windows 或是Program File 這些資料夾可以讀 那其他地方都Access不到 那你也不能連網 有時候也不能連網 有時候不能連IPC 所以 所以 就會整個事情被 被網上搞得很複雜 那如果你想要支援Windows 8 想必是一定要支援 Windows 10也是一樣 對 所以 就會有很多問題 那 目前提出這個架構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LIP-IME 是裡面核心的Library 這部分是用C++寫的 那 提供一個比較簡單 可以操作TSF的一個 一個Wrapper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有把一些com的一些細節隱藏起來 所以你只要會寫C++ 原則上應該要會用 那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就是 關C 只會寫C跟C++ 你可以用這個去開發 你自己的輸入法 但是會 門檻會比較高 但是我們的 新庫音輸入法的那個 Windows的TSF版 就是從這裡來的 因為當初我在做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想說 要把這一部分的code拉出來 所以當時其實就是 把它做成獨立的module 那 後來就是最近有空 就是把它單獨拉出來 成Library這樣 所以如果你 只寫C++ 你也可以用這個Library 那 那底下這個PIME的話 就是把它加上Python ServeClient的架構 就讓你可以只寫Python 就不用去管那些 那 全線設定 安寧設定 那就幫你搞定了 所以 你也不用 AIPC也是它處理好 所以你就 只要寫一個Python的帽子 就有掛進去 就會動 然後等一下會有Demo 給大家看 然後 改成這樣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Python其實你 3264Bit沒差嘛 你寫的都是Scripting Language 那你的Server只需要一份 那我Client裝了兩份 不同版本的Deal 可是裝好之後 我就不用動它 我只要改Server 譬如說你用到一半覺得 這少了一個功能 你就把Server關掉 然後把那個Code 改一改就Run下來 你就可以繼續測試 所以 這樣就 開發就變容易很多 不然以前的話 它是一個Demo 所以所有的 你必須把所有的 在使用這個 輸入法程式全部都關掉 然後才可以把那個Demo換掉 那 有時候 如果你剛好是你的 系統有一些 重要元件 正要用你 不能關 那你就要重開機 才有辦法 再去 再去測試新的Code 所以 就是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那現在改成Server Client架構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好 那 這個架構主要在 Python這一端的話 有兩個主要Class 一個是 Text Service 那 就 就像你要做一個 你自己的輸入法的話 你就是繼承這個Class 然後 Override裡面有幾個 method 一個是 onactivate 就是你這個 輸入法被 使用的啟用的時候 你這個onactivate 會被呼叫 那你可以在裡面做一些 就載入字典檔 或是一些 initialization的動作 那 deactivate當然就是 輸入法被關掉 好 再來就是 這邊有一個onkeydown 就是 使用者按下某個按鍵的時候 你會 抱歉 你就會收到這個 你這個method 會被call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 event driven的概念 那你就處理這個event 那 為什麼會多一個filter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也是 因為我有很新的tsf架構 因為 filter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先檢查 這個按鍵是不是你的使用者 你的輸入法需要的 比如說 如果enter鍵 你可能就換行 那 在你的輸入法裡面 也許沒有特別的意義 那你就直接就是return false 他就根本就不會pass給你的輸入法 他就會直接 傳回給app 讓他 就是 或者是 因為某一些特殊按鍵 如果你不需要處理 你就直接return給系統 這樣 那如果你return true的話 他就會把你送 他就會把那個按鍵 就是給你的輸入法 那 那就 你的onkeydown 就會被呼叫 然後傳進來這個key event 這個class呢 呃 它裡面 會帶有一些訊息 就是目前被按下是哪個鍵 那 它是代表哪個字元 那 那 或者是你可以 呃 檢查目前其他按鍵的狀態 比如說 caps lock有沒有被toggle 或是 呃 shift有沒有被按下 好 就是有提供一些API 讓你很簡單的去檢查目前鍵盤的狀態 那就可以很容易的施作你的輸入法 呃 跳一夜 好 那 怎麼樣新增一個輸入法到這個系統裡面呢 就是你只要寫個json的file 那 對 因為我本來講要node啦 這些 好 那寫個jsonfile 這個格式很簡單 就是輸入法名稱 然後這個格式裡面是 這是沒有bom的unicode 就utfa 然後 不要加bom 會讀不到這樣 那 輸入法名稱喔 版本 然後 呃 這邊有個重要的事情是要有個guid 因為這是微軟要求 他 他每個輸入法註冊的 給系統的時候 都要有個guid 那你就用那個guid產生器 升一個 加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就是你的local 然後 就是你的語氣是哪一種 當然我們都是中文 翻題中文嘛 對 然後給它一個icon的檔案 然後這個這個icon 然後就會出現在系統 右下角的選單裡面 然後這個module的名稱 就是你的 那個主要的python module 進入點那個file name 然後去除那個點 點py 就是這個 然後servicename 就是你的tex service的 那個class叫什麼名字 你就把這些寫好之後呢 呃 用系統管理員執行這個 為什麼要用系統管理員 是因為 是因為 你要跟windows系統 註冊輸入法 這個事情是需要administrator 的權限 所以沒有辦法說 我丟一個file 到python 目錄下 然後他會自己 升出來 那是不行的 一定要跟系統註冊 這沒有辦法 所以 這個部分 我們未來可能會寫一個 安裝程式來做這件事情 那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X86跟64的 兩種版本的DL 到註冊一邊 好 那 這個架構 目前是這樣 就是 application端 就是使用者的輸入 那 使用者 在鍵盤上做一些輸入之後 這些event 會被傳給windows的tsf 那 這邊的話 tsf會再傳給我們的 輸入法的 text service的DL 這是我們C++ part 這部分我已經寫完了 那 那 C++這邊收到這個 這些使用者的輸入之後呢 他會再把它 中間用IPC 然後中間傳輸的data 是json的format 所以是文字的 就是json的format 然後再送 經過那個 IPC的架構 用name pipe 送到 python 這一端的server 那 所以主要開發者要寫的是這一端 你就寫一個python module 掛在server裡面 然後他會把這些 keyboard event送過來 那你處理完 再把你要出的字 再return回去就可以了 那 為什麼中間傳來字要用json呢 json不是比較沒有效率嗎 我為什麼不用binary format 這原因很簡單 如果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這個地方只是一個adapter 左手收了一個json的data 右手就把它傳去webserver 那不就是cloud輸入法嗎 那用python做這件事情 真是再簡單不過了 如果你用c++做的話 如果你可以全部用c++寫完 你可以去google印證嘛 要不要記得要復習binary tree 所以其實當然這件事用python做起來就超簡單 python request的送一個 你中間只要加authentication 馬上變成cloud輸入法 而且你如果那這樣網路傳輸 會不會那個latency會不會很長 latency可以容許到0.5秒嘛 你就是一分鐘 你可以敲鍵盤120下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你不可能可以打多快 所以那個latency絕對是可以的 我有算過 而且我們的一個json format資料量大概 都是幾十個byte 所以這個一定是可以做 那當然如果你再加一些local caching的話 那個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其實有志於開發這個cloud的輸入法 其實可以接用這個架構啦 那你在cloud端你的字眼檔可以無限大嘛 你也可以有無限的時間做你的training 或是你的NLP 你要弄得多好都可以啦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這樣 好 那今天的demo就是一個貓也會用的輸入法 什麼叫 對 因為就是聽說今天他有貓嘛 是吧 貓也會用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抓一隻貓放在鍵盤上 然後他就會敲出他想要 讓他在那邊亂踩 他就會打出他想要打的 講到話這樣 那你說這怎麼做到對不對 是不是machining啊 或者辨識寵物的表情啊 沒有 我跟你講 貓也會用的輸入法就是你不管按哪個鍵 都只輸出喵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live demo 先把那個python的那個server弄起來 這個黑色的視窗就為了debug方便啦 當然production的時候不會這樣做 這個叫做喵喵輸入法 我們來 誒 啊 你可以看到背景的debug的視窗啊 就是收到訊息啊 要不要 不要笑 還可以選字喔 今天天氣非常好 歡迎 歡迎來到CostCop 謝謝大家 好 不過 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 本次大會最沒有用的產品是怎麼寫的 這個 這個 我剛剛講的 你只要把這個 你的模組裝在這個 PieServer下面這個 input method這個目錄 然後建一個 這廟吧 好 然後你只要寫一個 呃 一個 module在這裡 就可以動了 那 這個是它的icon 你可以看到這個icon 剛剛有出現在選單裡面嘛 對不對 好 然後 呃 反正只是demo而已嘛 對 你就給它一個目前的候選字清單 就是一個python list丟進去 它就會幫你秀一個選單出來 好 那 那這個是檢查說 目前有沒有 顯示選字清單 因為如果有的話 那我就要處理那個1234嘛 就是要選那個字 好 那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我就看現在按什麼鍵 如果按的是往下鍵 那我就拉出選字清單 很合理嘛 好 那 所以主要處理在下面 你可以看到code非常的少 在這裡全部都是python 那 呃 你就檢查 composing就是目前有沒有使用者 正在編輯 呃 正在 有沒有正在輸入文字 這樣子 那 那 如果有的話 它就檢查說 欸 vkreturn是 呃 就是那個return key 就是enter 如果enter的話 我們就return false 表示我不要處理這個key 那這個key就會送回 給application 那就會 它就會直接換行 因為 你打enter 當然輸入法 我不能打enter 然後叔叔喵嘛 這樣很奇怪 對 所以 就是 打enter的時候 它就return false 說我不要這個key 那application就會換行 這樣 那 那 其他的key我都要 對 那 呃 或者是 那個buffer的長度已經太長了 不然就是 我不能讓它一直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都沒有 都沒有打進去嘛 所以 buffer的長度超過十個字 十個字 我也是會把它送出去 這樣 好 那 這邊有一個就是 commit string commit就是 我要送進application的 那一串字是什麼 對 那 就是目前 那composition string 就是目前組字組到一半的那個buffer 所以主要有兩個string 一個是composition string 就是我現在那個buffer 正在組字的 然後 組好了 確定了 你就把它commit 它就會送到application裡面 就會打進去 所以 主要只有這兩個buffer要維護而已 那 那 呃 vkback就是backspace 那個backspace 之後我就會把最後一個秒刪掉 這樣 對 然後 其實做的事情只有這樣 那 那這個 left跟right是移動那個 游標 對 那你不能說我要 把 往左移啊 因為有時候你打很多字 你要往左移 往右移 你不能說 往右移就 打出一個秒 這樣不對 所以 就是要處理那個 游標移動 那 移動游標之後 你計算它的新的游標位置 就是 set composition cursor 就是 它就會 把那個游標移動到那個位置 好 所以 你剛看到那個很爛的舒服碼就這樣完成了 而且 事實上 我們還有資源就是增加那個語言列的button 其實還蠻advanced 而且你可以customize UI設 font size 然後 你的candidate list 每一行要幾個字 對 然後這個是你要用哪一些key來選字啊 一二三四五就選擇 你也可以設 ASDF 什麼的 所以 所以其實該有的都有 那 也就是說 你只要給它一個 你只要給它一個 Python list 然後 它 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好 我現在找不到 但是有一個API就是 set candidate 然後 set candidate list 然後你給它一個Python list 它就會把你把那個list上面的字 就是秀在你的選字清單 就可以達到選字的效果了 但是如果只有demo這個的話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這是不是因為這是一個過度簡化的case 所以好像 怎麼做都會動 那我可以跟你講 我已經把新庫印舒服法的部分PoL到這裡了 我們來看一下Code有多少 我記得好像有買好了嗎 就只有這樣 都是Python 對 不要說看不懂 呃 意思就是那個 如果你用有Bugger就自己修了 新庫印舒服法 點Py 對 對 可以用 可以選字了 欸 怎麼有下頁 喔 換個 那個Python大概會學吧對不對 對 那Summer就是會這樣 好 對 但是你可以發現就是我server掛掉 但是我的client是好的 對 不會掛 這就是serverclient架構的好處 然後以往這種狀況就是你的application如果 你的舒服法如果掛 application你就全掛 對 會有這個問題 那 現在改成這個架構之後 你可以把server掛掉 你就改一改 debug 然後run起來 你就可以繼續測 所以開發會變得超快 而且你完全不用會C++ 這個是一個最大好處 那 為什麼我剛剛一直在強調就是有那個 權限的問題 就是你要為了建立那個IPC 這類call都是在做那個IPC的動作 幾乎80%都是 然後就設一堆security attribute 就是 才有辦法從appcontent連出來 所以 喔 對 其實講到這個就 應該要 應該要demo一下 欸 我還有時間嗎 還有 還有嗎 欸 按錯了 等一下喔 找一個 OneNote 然後 剛才那個死掉server OneNote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ROM在 我這Windows 10 所以 所以它就不是那個全螢幕了 謝金謝地 但是以前在Windows 823 它是一個全螢幕的app 那在裡面基本上 你有一些傳統的輸入法都不能用 一定要用TSF的架構 我們來 喵喵 可以喔 可以用喔 對 對 所以 所以 而且它確實就是有IPC有連到外面來 所以就是我們那個安全性設定是正確的 其實也不正確啦 就是我把全線開給所有人 所以之後要把它改的更5gram 因為這樣會有點危險 對 那 那所以剛剛這件事情 你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你剛剛收到那一包JSON的東西 你直接把它送去web server 其實你就馬上可以做出一個雲端的輸入法 然後這非常酷 就是我希望大家如果有 因為那我不會做 那反正接系統底層 這個我很會嘛 我就接這邊 那其他人就直接 其他地方這樣 不過這東西現在有一些已知的問題 Internet Explorer 這問題很大 因為 Internet Explorer 它裡面就是為了安全性的理由 因為PAC可能怕一些keylogger 或是什麼 所以它預設是把IPC全部block 所以輸入法讓在它裡面 或者它裡面的一些元件 其實是不能夠IPC 不能夠用那種 Internet Process連到其他外面的server這樣 也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發現這個問題 就是發現 為什麼我所有的APP都可以正確資源 只有IE裡面不能用 那後來才發現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可能 目前唯一的解法是 要把這個啟用受保護模式 這個地方要把它uncheck 才可以把它連出來 這沒有辦法 這IE的限制 另一個方法就是不要用IE 對不對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發現 讓在 你知道IE有兩個mode嘛 一個是桌面模式 然後一個是在AppContainer Metro裡面 對吧 那Metro裡面理論上 它是Container應該比較安全 但是我發現在Metro裡面 沒有保護模式 在桌面的時候會阻擋 在App居然不會 所以其實 其實 其實它 我不知道這是Bug還是 這邊無藥員工 應該沒有 那Edge的話 我測了一下是可以用 對 好像不用去關這個東西 Edge好像可以用 對 所以 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可以幫助你 就是完全 不了解Windows的細節 但你可以做Windows的輸入法這樣 好 那未來計畫就是 把目前 現有的輸入法 就是一個一個把它移植過去 那這件事情 希望不是我做 因為其實我們有很多 自由軟體裡面有很多不錯的輸入法 像 像什麼 意思舉不出來 很多啦 對 很多 對 就是 大家其實 不過大部分其實本來都是用C寫的嘛 那 另外就是說 Linux上面其實有個架構是Ibuzz Ibuzz它其實本來也有支援Python 所以其實應該有一些輸入法本來是Python寫的 那 當然API當然不一樣 但是 理論上接過來應該不會太困難 所以 如果 很喜歡Python的朋友 其實可以試試看有沒有辦法把這些 輸入法把它Port過來 這樣 或者是也可以弄個什麼Hackathon 大家都花了48小時把它全部Port了完 這樣 再來就是說 Clarer輸入法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題目 因為你的詞庫就變無限大 而且 使用者的輸入你可以一直做Training 一直去把它優化這樣 那這個應該是未來應該會可行的一個架構 那再來就是說 我剛剛沒有特別講 其實我們有支援語言列 什麼叫語言列 就是 你看系統 右下角不是會有這個icon嗎 以前在Windows7Vista這邊其實是有一個語言列可以彈出來對不對 就是按一下就會滑出來 就是然後上面就會有一些按鈕 可是這東西在Windows8之後被取消了 所以這很頭痛 因為 Windows8做了很多事 第一個是語言列被取消 所以你在上面加Button這邊不會出現 那 第二件事是它多了一個Button 就是叫做那個 它的Mode 一個Mode的Button會出現在這裡 所以 所以其實7跟8之間 它的舒服板都處理都不一樣 那這部分我希望就是在我們的架構裡面把它處理掉 所以你也不用會這樣 那 再來就是說它的icon就強制只能黑白兩色 所以那7跟8也要讓它用不同的icon 所以這部分 這個細節之後也是之後我們會去處理它 所以就是一般的開發者也不用去碰這一塊 你只要給它兩個不同icon 就是我們會看 不同的狀況給你不一樣icon這樣 那 再來就是說 目前這東西完全沒有文件啦 不過Python可圖性很好嘛 我想大家都很聰明 就是如果你不想貢獻code幫我們貢獻文件其實也是可以啊 那再來就是說輸入法偏好設定啊 偏好設定的話 這部分目前還沒有處理 但你可以預期就是說 用Python有什麼好處的 Severclient有什麼好處的 你可以把偏好設定寫成網頁吧 對啊我就按個偏好設定 那你也不用會寫什麼 什麼UI的東西 你可能套一些什麼 JQUI還是什麼都可以啊 那你就開個browser 然後連到localhost PortXX 然後可能給它輸入法名稱 你就可以用那些網頁Toolkit寫你的 UI嘛 其實很好啊 我覺得這樣很好 對 就是完全解決就是沒有開發者的問題 對 好 所以 這 請記得這個QR Code 對不對 就是大家如果對這個有興趣啊 就拿起來掃一下 掃不到的話下面有網址 然後 其實這我後來搜尋了一下 但是這個專案名稱取得不是很好 好像在Google 就是不是很容易被收到 對 所以未來可能會再改名碼看看 好 再來就是說 其實這只是提一個架構 並沒有說一定要用Python來寫 因為大家剛好特別提到它是Serveclient架構 中間是用IPC連起來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其他語言 例如Node.js 或是Java C-sharp 都可以Whatever 就是你只要可以做出一樣的IPC 讓它連起來 其實它就可以用其他語言來寫輸入法 對 所以 那CJava那一塊是不用改的 因為它就是 就是 但這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我們不是用傳統的Socket 因為Socket 在Windows上面 它就是會受到剛剛講 那些網路權限的問題 那你不是 OS都可以連 所以 我們這部分是用Windows的NamePipe 然後它可以有一些 進階的安全性設定 那 所以 所以你的 雖然說各種語言 都可以用來使作那個Server 但你的那個語言 可能還是要可以碰到底層的Windows API 你才有辦法去使作 Windows的NamePipe 這樣 那Windows的NamePipe大概相當於 UNIX上面的FIFO的機制 那 只是它的功能比較多一點 然後比較複雜 但 這部分可以參考Python的Code 在 只要實作出相容的介面 應該理論上都接得起來 這樣子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多關注 這個可憐的中文議題 那 用Python這種會了吧 對不對 所以 加油這樣 謝謝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機會難得 大家都緊 有 後面有一個問題 請說 有 之前我有看過ProBub 但是 後來 我還是比較想把它 就是 應該是這樣講 Server其實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Local段 Server 其實 只要能夠讓它跨語言溝通就行了 大概怎麼實作其實不太重要 那 中間傳輸的資料 當然也可以用ProBub 這種Binary的格式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為什麼後來會選用 Json的Format 雖然中間會有一些 有一些overhead 但是這好處就是 你可能可以收到這些資料之後 直接轉手 就處去Web了 事實上 它這樣會 中間在Data Interchange 會比較方便 就是 主要是方便開發者的考量 再來就是說 這種程式其實 很明顯 就是它 它其實 它雖然就是IO部分 可能會有些overhead 沒有錯 但是這其實不重要 就是 你去想這個Signore 你人打字 可以打多快 就是你的手指再怎麼快 都不可能快到需要 在Microsecond等級 所以 所以其實中間有一些 是沒有關係的 對 這我覺得 傳輸效率那些 可能就不是主要考量 還有什麼問題 請說 對 那這個工具 它在純正出版 那時候 可以Customize 所以它使用的 就只有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做啦 如果你要全部都要Customize 那你可能就要 你可以用那個 我們那個LibIME 就是C++那個Library 因為 那你就真的要去寫TSF的東西 它可以Customize的東西 其實蠻多的 但是就是全部都要寫COM 而且 你要先建一個COM的class 然後中間還要加一些什麼 EventSync 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多重繼承 然後寫Crew Interface 反正很亂啊 有些文件老實講 我也看不懂 有些地方也沒有文件 所以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 但目前我們就是希望說 盡量就是 把這些細節都拿掉 就是讓開發者 就是一個處理很簡單的 那個Program Flow 跟那些輸入法Logic 不要去弄系統的東西 所以 故意把它隱藏起來 那當然這樣的缺點就是 就會沒有彈性了 但是那些彈性 我後來想想 大部分的輸入法 事實上也不需要 所以 所以就是以簡單開發為主 這樣 實際在Porting這些輸入法 發現有一些不足的功能 這樣我們就可以 on demand再加進去 應該會比較好這樣 就不要一開始把它弄得很複雜這樣 對 好 那 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我們再次謝謝 PCMAN 謝謝